哈囉大好奇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你們隨便聊隨便打環節啦好不好 那今天這部影片的話是哲平的最後一部啊 就是今天的最後一部影片 然後今天白天的話基本上出去錄了蠻多影片 然後講了蠻多話啊 我真的是要講啊就是 真的是老了耶 就是我覺得今天就是我後來就是錄影完回家 我這邊就是稍微有點那個 紅了有點不太舒服 然後我後來發現就是 就是講話沒辦法太用力了 然後現在基本上就是在那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感冒了 欸完了 不知道是不是感冒或幹嘛 但感覺不是就是感覺那邊就是 過於用力了就是已經就是沒有力氣了 你知道感覺那種感覺 然後 現在就是吞咽啦或幹嘛的話 都會有點小痛啦 但是我覺得應該就是 就是應該就是用力過度了喔 就是講了太多話了 那以前講一堆話都不會怎麼樣 現在真的是 沒辦法了耶 各位好 喔我不知道欸是不是 因為哲平有說過嘛就是 我只要有聲音的話我就會繼續給他 就是就是繼續給他講下去 或是那個播下去或幹嘛 但是感覺好像 確實感覺會有一天是沒有辦法 因為以前基本上 我從2017年播到現在 我基本上也沒有覺得就是 一直講話或一直講話 會會影響到我的這個 就是喉嚨或幹嘛 因為 我就覺得就是我都可以一直講下去 就沒想到哇 話講太多 好像 還是有可能會就是 需要休息的耶 對啊 所以這邊大家真的要 要小心啦好不好 要注意啦 就是 還是要好好的這個保護一下自己 因為像哲平平常 情不情常就是 瘋狂就是 應該說 我好像平常就是有在 克制自己的這個講話事實 就是其實我 一個人在錄影片 或是一個人在 就是剪影片 或是一個人在房間 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我基本上是不講話了 那只是我開直播幹嘛的話 以前就是 開很長直播 我就會一直常講話 但是 大家記得就是我 前陣子不是開始開直播了吧 有跟大家講說 就是開直播之後發現 我就要 一直狂喝水 我才發現 哇靠 真的是老了 因為我以前基本上 講話的時候都不會 都不會就是感受到 就是我喉嚨真的是 哇 會不行 對啊 老了耶各位 哇 這樣看起來 因為我現在基本上 今年大概33吧對不對 我覺得40歲吧 40歲我可能就要做個 調整的 就是我不會直接消失在這個平台上面 我也不會就是不做YouTuber 我也不會就是不拍影片 但是我可能就會調整一點點時間吧 40歲可能就開始更新比較少吧 感覺應該要這樣子 不然喉嚨感覺會不堪耶對不對 不然就是有畫面 然後我們可能就是盡量講話比較少 因為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我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我是一個不喜歡就是 畫面很空跟就是那個聽聲音很空的這個人 就是 我感覺就是我如果沒有從一開始一直講話到最後的話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很怪耶 然後會感覺很對不起大家 就比如說我現在講一句話 然後講完話之後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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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在講話了 然後就讓大家看這個畫面 我這樣是會很不自在你們知道嗎 就是我會覺得很不舒服 我就覺得哇幹嘛啊 這太空了 所以通常這種局面的話 我以前就是有碰到這種的話 我都會把它卡掉 或是直接剪掉 或是有時候我不會 我不是都會直接講說 哎呀那我們這邊就直接來一個那個 就是不講話認真形態 看一下會不會打得比較好這樣子 那你就會發現就是我通常就是 比如說像我可能很累啊 或是出去玩啊 或是不舒服啊 或是講話很不舒服之類的 我通常都還是會勉強自己 就是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所以可能之後要調整吧 就是調整成就是可能 喔這邊是天使豬豬 然後出來 然後狂扁 然後就不講話這樣 但這樣真的很乾耶 所以我真的也不是很喜歡這樣子嘛 但是我們就是看一下 事後到底就是要如何去調整 我真的覺得可能要調整一下就是自己那個 講話的這個次數了 就因為我今天出門真的是有錄其他影片啦 所以就是有安排到其他的這個 就是利用這個喉嚨這個部分 感覺也不是就是失吼 就是感覺就是累了 就是喉嚨可能需要休息 需要去給他一點點那個時間 緩緩的這樣子 感覺是這樣子啦 所以想說大家就是真的不要覺得就是可能 你一輩子的身體就是長這負責性 都不會老化或是就是 就是需要讓他休息 沒有 真的 必須要讓他們休息 就偶爾就要喝個水啊 然後就是 保養一下啊 吃個頭糖啊 感覺是需要這樣子 就我連 就是我已經跟以前比起來 我現在真的是 比較少失吼了 因為有時候半夜你也不能叫太大聲 因為 可能我爸媽他們也會 就是也會傳貼圖 然後叫我小聲一點點或幹嘛 對啊 但是 但是沒想到就是講了幾句話 出去錄個贏 也沒有叫太多東西然後就 就不行了耶 我的天啊 完了 開始老化了 哲平不止腦袋 連喉嚨也要開始老化了 我的天 但還行啦 但還行 因為今天真的比較特別 因為平常我自己在家裡錄完影片之後 我基本上就是沒在講話了 大家一定覺得就是 哲平是不是 那個沒錄影片也是一直講話 對不對 沒有 我就跟大家講吼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哀人吼 哀人的意思就是在那個 測驗裡面你是比較內向的 然後 依人的話就是比較外向 我是個哀人吼 各位你們知道嗎 你們信嗎 你們信我是個哀人嗎 但是我就是個哀人吼 那也沒有辦法 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 稀有應該是可以戴肉骨獸 這個 一定得要戴肉骨獸喔 好 目前感覺 我們 因為現在 我 我終於發現我們是可以用拉麵王的 所以 所以拉麵王這邊的話我們應該是完全沒問題好不好 因為我原本以為我是不能用拉麵王的 現在可以用拉麵王的話 打很多關卡應該都是頂彈得住的好不好 反正彈住再加上我們這個美魔貓就沒什麽問題了 這個EX關卡喔 這樣應該才可以就是比較有那種就是異星階段的感覺 不過上一次打那個誰啊 上一次打那個 打那個誰 打那個 獅子獸真的有感覺到 不像異星的感覺 你知道嗎 這感覺就超難的 打得超D5D9 那可能就是屬性相克的東西沒有選好拉 畢竟因為我們現在用的都是 EX跟C有的貓貓 所以就是要更去熟悉自己貓貓的 那我之前不是有拍個系列嗎 說要去熟悉貓貓阿 熟悉完畢之後現在就全部忘光了 我還拍了這個圖鑑系列阿 然後圖鑑系列 圖鑑系列那些弄完之後也都忘光光了 殺煙 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所以沒有到就是 沒有到就是記得非常清楚 唉呀我跟妳講我真的是很不適合 很不適合做這種的喔 我覺得最適合就是玩那種 就是傳說對決那種或是那個 一場一場一局一局的貓咪大怪盜那種 就是直接打然後什麽都不用講 什麽數字那些全都與我無關 我們就是直接對局開幹 不用想那麽多 不過我覺得這一次我們調的這個隊伍好像還蠻行的耶 就是你看古代星遊這些的話 好像都會被我們就是扛住 所以這邊的話一星關卡的這個等級 從這邊大概就可以體現出來了 因為如果是三星的話基本上這邊的這個 新遊他們應該是把我們給擋爛的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現在基本上是不用怕的耶 你看 只有一個未來貓我就可以把牠們卡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盡可能用這個飛腳貓跟美魔貓 來對牠們做一波打擊 阿斯要死了沒啦 呵呵呵 再不死 唉唷有了死了好不好 對這樣就ok了 從這邊看起來就真的是一星關卡了啦好不好 就真的是一星關卡了 我有問題 三賊信哲好不好 nice 有喔 開始好像在順利了唷各位 開始好像在順利了唷 在什麼 光溜水蛙 哇靠 這關的話很多這個不死敵人喔 我們來跨買幾雷看看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來 但是我們有這個啦 有功夫毛咪的話呢 這個打一星關卡這個敵人基本上 輕鬆扁輕鬆眼好不好 輕鬆扁輕鬆眼 輕鬆扁輕鬆眼 好了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說的這個問題就是 要跟大家講就是 喉嚨感覺好像也是要保養欸 平常可能就是要那個 可是我覺得今天的這個問題不是就是 真的不是就是喊太大力把喉嚨破破幹嘛 純粹就是 感覺是肌肉在 肌肉在酸痛你知道嗎 沒力了 那你就要用比較大的這個力氣去弄牠 然後吞硬的時候可能就是也會弄到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有點小卡啦那種感覺好不好 但哲民沒事啦好不好 我通常都還是會控制的 除非就是真的沒有辦法 我才就是真的就是不講話 阿如果不講話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今天出了什麼狀況 然後還是會錄個影片片段陪大家啦好不好 反正我現在基本上 會一直就是每天這樣兼職這樣出 一半也是因為有人跟我曾經說過 還希望就是哲平每天在我的聲音陪伴他 雖然我每天有6個這個不同的聲音 你們可能也只看冒蛋 但是我還是盡我可能盡量撐下去了好不好 但是呢我只能說還是且看且珍惜吧 畢竟哲平也30好幾了 我是從20幾歲開始弄到30幾歲 然後開始接下來又要邁入這個40幾歲了 好不好 為盡我所能 繼續分享一下我的生活給大家啦 希望大家也可以看得開心囉 沒有問題好不好 好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大家要記得好好的保護你們自己的喉嚨囉 讓喉嚨好好的休息啦 我也要讓他休息囉 哇